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红编辑部节目 今节就想和大家讨论一宗案件 这宗案件涉及一名38岁的男子 他竟然在今年3月 从英国输入6款一共18本的煽动刊物 而被定罪 因为输入煽动刊物 而被定罪也是国安法生效之后的首次案件 这个傻瓜 在10月6日的时候在西九龙裁判所 认罪 苏惠德同日将这名被告判处4个月的监禁 在他这宗案里 苏惠德法官也特别提到 这宗案是以判囚6个月为量刑起点 因为懒念他认罪及扣减额外其他减刑因素 最终也将他判处4个监禁 而据说 数冠在裁决的时候 当是决定这名被告 具体的刑责 也要考虑 这宗案中 当时被告的处境 处理的手法 煽动的对象 以及背后 所带来的风险等等 同时更加要顾及这宗案件 属于 预防性控罪 就是要防范 煽动思想在社会蔓延及 沈透 在这里 数冠 就特别提到一个 法律概念 叫做预防性控罪 意思就是 某人在真正犯罪之前 以及基于他可能 会犯罪的预测 继续对他进行惩罚或者限制的做法 事实上这个概念 出现之后 世界各地也有不少的学者 以及民众 对这种概念 展开过不少的讨论 认为它涉及 多种道德和法律的问题 举个例 如果一个人 因为他的行为模式 过去的记录 或者 其他的指标 显示他可能会在未来犯下某种罪行 但当时他还未真正犯下任何罪行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应不应该要 采取行动 来到他 预先惩罚他 继而防止他可能会 真是犯罪 这个就是所谓 预防性控罪 的一个核心问题 对于这个概念 在世界各地 都有不少的争论 只不过 我们都需要看回这宗案件 实际 被告 做过什么 数冠就特别指导 这宗案 就是涉及 羊村刊物 是特别针对 儿童为对象的 而目标读者的年龄 竟然就是 低至四岁的 羊村一系列的刊物 就是以 社会事件 为骨桿 以羊 和狼 来比喻 特区政府 和中央 目的就是自在门黑 丑化中央 是一个 邪恶 横漫 具侵略性 的一个政权 而且 刊物里面的 是极尽歪曲的观念 大量不进不实的信息 意图就是向一些 深自 未成熟的儿童 散播对中央政府的仇恨 藐视 以及 叛离 可以看到 这一批 所谓的儿童毒物 当中 就滲透着 一系列的 有毒物质 之后 数冠也特别指出 刊物的对象 所涉及的人 都是 是非常年幼 罪责 应该要较重 因为这些刊物 也具有 煽动性的思想 能够很容易成功 将一些脆弱年幼的人 将这种仇恨 植根 在他们的脑海之中 所以是有机会 带来夸代的影响 而数冠也特别提到 任何明理的人都应该知道 涉案的书本 是属于 煽动的 而且被告是明知故犯的 但是他仍然是 伙同其他人 从英国 将这些物品输入 边商就是 助长 和鼓励 据予海外的煽动者 继续製作 和印制 这些 对国家 对社会 有害的物品 从而助长 这些 危害国家 安全的信息 在社会上 散播 辩方求情的事后 也特别指出 所涉及的刊物 数量是很少 而且 这名被告 实际参与度 也很低 但是 苏官就认为 这个不属于 不加刑的因素 这点更不是有效 求情的理由 虽然现在社会 已经大致 恢复平静 但是也不能忽略 有些人 借记 和思想上影响 其他人 继续使 冲突 死灰 服燃 而法官也特别指出 这些刊物 说的是 过往的事件 目的 就是要令到 过往的事件 念念不忘 继续扭曲下去 而对于辩方 就说声称 没有证据显示 这名被告 是有 分发这些刊物 不过 苏官就驳回这种说法 法庭 就不会揣测 这些刊物的拥有者 背后真正的目的 而同时也认为 这些这样的 绘本 也不见得 有什么的 纪念性 或者 收藏价值 说到这里 也和大家 提提 关于 羊村刊物 是什么 羊村刊物 就是 香港语言治疗师总工会 在2020年6月4日 至第2年的3月23日 当中他们就出版了三本 羊村系列的煽动刊物 分别就为 羊村守护者 羊村十二勇士 羊村青道夫 而这个 语言治疗师总工会 当中有五名理事 就在2021年 7月被捕的 而经审讯之后 区院也裁定他们是串谋刊印 发布 分发 以及 展示 或者 复制 煽动刊物 而罪成的 而这一宗案 也指出 裁定 这三本书 是属于 煽动刊物 具有四项的煽动意图 所以 这宗羊村案 也曾经被传媒广泛报导 而公众也大致清楚知道 羊村刊物到底是什么 来的 先跟大家再跟进 一宗案件 据说 今年 三月 海关 成功截查 从英国输入香港的包裹 这个包裹的 寄件人 叫做 荣塔塞 当中就发现在有 六款的羊村系列的书本 各三冊 除了刚才我提及到 那三冊之外 另外 也加有 新的三冊 叫做 羊村投票日 羊村建筑市 和羊村日报 更有趣的是 这个包裹的 指定收件人 叫做 John Choi 地址就寄去 尖沙咀 一家商业中心的 单位 而去到 3月8日的时候 当时 警方就派完 桥庄 遞送这个包裹 去到 商业中心的单位的时候 当时 应门的被告 就说 这个John Choi 就是他们公司的一员 但是当时 他就不在 故意 这名被告 就代为收取 包裹 好了 这名被告 收到包裹之后 的两天 警方就在 这个商业中心 同层的后楼梯 就发现 这个原本用来封装 这个包裹的 纸皮箱 就棄置了 在后楼梯 之后过多几天 也就是 3月13日的时候 警方就获得搜查令 进入这个商业中心单位 更加是见到 这间公司的经理桌上 发现了这批洋村的看物 而被告 梁区鸣 就以管有煽动看物罪 被捕 梁区鸣在警戒下 就声称 我不是John Choi 或者 蔡永塔 即是叫 Pen Choi 他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同事 他是用电话通知我 叫我代他 帮他 收这份包裹 书的内容 我完全不知道 你真是不知道 当警方 也查一下 梁区鸣的手机 从他们的通讯记录中 也发现到 在2023年的1月至3月里 梁区鸣 就和姓蔡的人 就曾经讨论过 怎样将这些洋村看物 寄到香港的计划 而梁呢 就会协助 接收这些书 而且 在发送这个包裹之前 这名姓蔡的人 也都透过 手机的讯息 向他寄出 拍摄包裹的照片 而之后 这名被告梁区鸣 就讲笑 感回复 我会向国安 警察举报 拘捕你 从这一点 我们也都见得到 这名被告其实清楚知道 这些包裹 其实是洋村的书本 而且是具有 煽动性质的 明知固犯 之后 安晴 也都特别 指出 从对话也都显示 当这两个人 透过手机 来到讨论怎样 将这些洋村书本 寄到香港 而又免于 截查等等的细节 而最终 他们就决定 以普通空游 来到去 寄这些书本 被截查的机会 他们就认为 是较低的 而其中 梁区鸣 就更加 说这些都只不过是书 海关检查书 可能性就不大 在他们的对话 也都特别提到 这个姓蔡的人 在2021年的7月 就曾经 转发洋村的 PDF的档案 去到 他们的 讨论群组里面 在涉案 这六款洋村的 刊物 情节 也是围绕着 作为香港 比喻成羊村 将中国内地 就比喻为狼村 羊村和狼村是敌对 大致上就说 狼村是邪恶的侵略者 羊是善良的 是受压迫的 加上 这系列的书籍 也都特别建议 4-7岁的儿童 由家长陪读 7岁以上 就可以自行阅读 而所检获的书籍 全部 都是以 羊村2.0团队的名义 来到制作的 而这宗案 亦都 传掃 指出这些刊物 涉及 引起 读者憎恨 和藐视中央 或 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 或 激起 对其 叛利 在这里 亦都要 再重申多一次 当中这六本刊物的书名 分别就是 羊村首位者 羊村十二勇士 羊村清道夫 羊村投票日 羊村建筑师 和羊村日报 这六本书 至于辩方的律师 王于逸 在求情的时候 反而就指出 这宗案 所涉及的刊物 就不是很多本 如果 借用 读品 案件的术语 这些书 都只是属于 自用 案中也没有证明 被告是有意分法 所以被告在这宗案里面的角色 是非常之轻微 参与程度也很低 他只是 帮人收书 更不是 这些书的 拥有人 另外被告在被捕之后 也主动参与 国家安全日 认识国家安全 所以希望法庭考虑这宗案 只是 单一的事件 更加被告重犯的机会极低 希望法官就能够予以轻盘 不知道大家认为 应不应该 轻盘他呢 之后辩方律师 王于逸 也特别提到 有关于这宗案件的严重性 以及 目前的社会气氛 加上 整宗案件的规模 也指出 案发时间是2023年3月 当时国安法已经生效了一段时间 社会已经回复平静 也就是所谓 由乱转治 由治及卿 更加举例指出 高院处理 有关 冤荣光这首歌的禁制令的时候 也因应社会回复平静 因而 否决冤荣光的禁制令申请 然后王律师也特别指出 没有证据显示被告是刻意输入这些荒物 以及 有意大量分发 更加没有相关的意图 所以 整件案件的规模是相对小的 而至于在案情方面 王律师也指出被告 只是知道这些刊物 本身是有煽动意图 但是被告在主观上 就没有 煽动意图的 更加强调 这两者是有分别的 就这一点 王律师也和 和苏观也进行过小规模的辩论 当时苏观就问 在控罪上的写法 就此事 指出被告是具有意图 不过 王律师的回应就是 控罪 是无需证明被告有主观的煽动意图 而且在控罪 所写的语法上 Having an intention 是指书籍 就不是被告 而王律师也特别解释 在文法上 是解得通的 不过其后 控罪的代表 高级检控官 李廷伟就指出 控罪的立场 是指那几本书 具有煽动意图 第二 苏观也说 如果控罪不质疑 就无需 在这个观点上糾结 或者下次 研究这条控罪 现在这名被告就 因为这几本书 搞到要判囚四个月 我们很难猜测得到 这名被告 输入这六本书的动机 很可能 只不过是想 给他自己的小朋友留意 甚至乎他自己想欣赏 或者就正如他的辩护律师 这六本书只不过是具有自用的意图 但是 这名被告 明知这六本书是有问题 拥有它是犯法的 但是他仍然决心 要输入这六本书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而现在获得四个月的刑期 你说是否值得呢 人都不小了 成38岁 打份办公室的工 做经理级的 相信都是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的那一只 现在却论为佳下囚 你说是多么无谓 多么无聊呢 从这宗案件给大家一个教训就是 做人千万没有贪得意 贪过人 办法的事 千万不要做 无端端就坐四个月监 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傻瓜呢 好了 今次的案件就说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